香港顶流男神同框刘德华被酸爆 突抛震撼谈 球公司冷冻一年 香港男团MIRROR近来是当地最红的组合 其中的人气王江桃在IG上更是有103万粉丝追踪 今年4月江桃受邀参加香港电影金像奖红坦 与永远的男神刘德华罕见遇上 被指示香港两代男神世纪合影 却遭部分网友酸不明白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观 近日江桃推出新作品 受访时坦言承认去年在叱咤颁奖典礼表现失常后 一度要求公司冷冻自己一年 不想再工作 去年江桃受邀上叱咤乐坛流行颁奖典礼2022表演 因一曲静中静表现失常 引来网友海啸视负评 他随后审影多时 今年4月再度受邀参加 Pop FirstHKTC九音乐节 越流行担任压轴嘉宾 他再次演唱静中静雪齿 未料后来又在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刘德华合照引来负评 更有人酸流天王的气质真的碾压 所以旁边那个人是谁 下次刘德华和凌峰同框的时候 再说二代男神好吗 对此 据东网报道 江桃最近上电台访问时 坦言去年因表现不好 陷入出道五年来的最低潮 过去他都会重放自己的表演检查 但那次表现不好 让他完全不敢重放影片 更主动要求公司冷冻他一年 不出新歌 好好沉淀自己的心情 江桃表示 后来又被其他典礼邀约开唱 但他第一反应是想要拒绝 因为还没做好付出的准备 但最后决定挑战自己 创唱先前失败的歌曲证明实力 幸好后来表演获得好评 江桃更表示 去年被骂后 自己闭关时间一度爆肥 他惊绝后便决定爬山减肥 又读了不少心灵鸡汤书籍 才让自己身心灵充电完毕重回舞台上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